在威利价值基金入面 在2021年下半年 我们仍然维持几个主要板块的部署 第一 一些半导体相关的公司 在半导体的市场入面 今年仍然经历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 很多是一些尤其是台湾的半导体公司 我们看到他们的产能已经去到最高的水平 但仍然不能够应付市场强大的需求 形成了过往一年 我们看到半导体公司 亦开始有一个加价的情况出现 在半导体市场来说 相对是比较少有的 在下半年我们认为 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 其实仍然会持续 由于要将产能再增加 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2021年我们认为 这个情况仍然会持续 第二就是一些互联网相关的公司 尤其是一些电商 经过2月中开始 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互联网相关公司的 估值已经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估值相对来说是欠得比较吸引 但我们在一个选股的过程中 我们都非常小心 由于在整个电商的平台上 我们看到竞争其实是激烈化了 第二就是去年的基数 其实相对比较高 我们在选股的过程中 我们尽量都会筛选一些 在一个竞争八月化的过程 其实仍然是维持高质素的 盈利增长的公司 作为我们选股的效率 第三会是一些消费升级的 相关的行业 在今年我们加入了一些 财富管理的平台 主要第一我们发现 就是本地的运动服装品牌 的应受性持续提高 第二就是我们看到 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 这些运动品牌 陆陆续续都能够推出 一些优质的产品 去吸引消费升级的大趋势 形成在股价和盈利增长上面 其实都得到一定的支持 最后是一些金融类别相关的板块 在2021年我们加入了一些 财富管理的平台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留意到 中国人民投资在股票和债券的比率 仍然相对低 而第二 中国拥有庞大的可投资的资产 金额达到200亿人民币 而在选顾方面 我们会选择一些龙头的公司 因为财富管理行业 一般的门槛会很高 竞争者是比较难去投资入去的 第二就是一般的投资者 都会希望投资在一些 优质的平台和可以建立诚信的一些平台 我们相信龙头公司 会在这个市场里面 其实会越做越大 从而支持他们盈利的增长